不過說到台日友好 現在似乎有越來越多的行動來做證明 而且這個支持台灣的力度也都明顯加大 我們就來看到包括美日元首峰會 還有G7的場邊會議 其實在這一次都有談到所謂的台海和平穩定的議題 還有日本參議員是全體起立 挺台灣加入WHO 甚至以其他的官場員身份來參與WHA 甚至日本首相經委之前 也曾經說台灣用國家來形容台灣 所以當然這很明顯展現的是日本對台灣的支持 但是會不會美國是有背後的所謂的推手呢 而全球第一線的時間 我們就要視訊連線給淡江大學戰略所的副教授 李大中 李副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教授 其實我們講說亞洲地區 日本其實現在在美日同盟的狀態之下 他其實很明顯的就是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力量 那樣的一個分支跟顏色是在這一次 日本雖然說過去我們說台日友好 台日友好的狀況之下 的確關係都非常容下 但是這個力挺的態度 還有這個力道都是明顯增大 會不會是其實是美國暗中在挺台灣呢 我覺得從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其實也非常清楚美國政策還是持續的支持台灣 那在這一陣子的很多國際場合裡面 也都可以看到美國在後面的影子 那麼基本上我想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幫助 尤其像剛才影片裡面所提到的疫苗的支援 不管是美國或日本 那台灣還是非常的歡迎 那麼這一次的G7其實討論到議題 也很廣泛 當然除了提到說台海的和平穩定很重要之外 也提到說兩岸要用和平的途徑來解決起見 那在這裡面還提到更多的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還有G7的國家要如何去提供全世界疫苗 氣候變遷、環保、經濟復甦、東海、南海、俄羅斯、中國大陸的挑戰等等等等 還有非常多的區域議題 那當然在其中裡面我們就會比較特別注意到說 對於台海議題的一個關注 那麼其實這一次也並不是首次 因為我們看到像之前的這個美日兩國的這個2加2的峰會 還有菅義偉首相到了白宮跟這個拜登總統帥的峰會 還有前一陣子的七大工業國的外長會議 那到這一次的這個領導者的七大工業國的峰會 其實都有提到同樣的一個語句 就是台海和平穩定很重要 還有就是對於台海青是非常關注 那這也不拖其實國際社會對於兩岸的這個重視 還有他們認為說兩岸要以和平的這個手段來解決 這個彼此的分歧 所以這也是符合這個G7包括主要是以美國為主 像是日本他們對於台海議題的一個 共同的立場跟共同的關注 那這後面就如同剛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美國的角色當然是非常關鍵 所以我想對台灣而言 也要想辦法去找回過去的一個 嘗試的如何去讓兩岸有一個更和平互動的可能性 這也是符合這些主要國家的一個想法跟 我們兩岸的一個比較和平穩定的 好那也是在G7其實發表了這個穩定 台海的這個相關的聯合聲明之後呢 其實中共軍機是再度大規模的擾台 總共出現了二十八架的軍機 侵擾我們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 對此美國國防部也發出譴責 也重申拜登政府對台灣的一貫立場 指出說美國對台灣的承諾 堅若磐石有助於維護台灣 還有區域和平的穩定 我們要持續來請教教授的是 包括我們之前一直在提到 現在這個時間點共機擾台大爆發 而且就在這個聲明之後 那當然國際挺台 我們是表達非常開心的一個意念 還有這樣的態度 但是其實我們在之前也聊到說 其實台海最擔心的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全力均衡的狀態 但是擦槍走火 才是大家最擔心的 我們要怎麼來避免這樣的狀況呢 我覺得的確這個避免擦槍走火 這是目前包括我們自己 還有包括像這一次 這個像G7風會裡面場合 大家所共同關心的 那也是美國國防部巴人 在前不久的一個談話裡面 所共同提到的 因為這一次供機 這個侵擾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它的價值是最多 28架 是繼今年4月12號 25架這個老台後 那我們所公佈的最多架次的記錄 那裡面的機種是非常的多 從反潜機 轟6 遠竿機 空警機 殲16 殲11 它是一個比較大規模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值得我們去做一個 一個醒思了 但並不確定這個出動這麼大規模的這個軍機 金融防空識別區 北京這一次 它後面的原因到底是如何 那當然很多的觀察者會直接連動說 這跟G7裡面 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發言中有提到台海穩定的重要性 而且它是想要造成一個既有的一個事實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 不太必要的一個軍事的行動 因為真的有可能會引起擦槍走火 所以說對我們而言 當然是持續提升我們的國防的能力之外 兩岸之間還是要構思 如何去用對話來取代喊話 能夠用溝通的方法來降低軍事對峙的風險 這可能也是我們必須得注意的地方 好 那麼再來看到其實是在G7的峰會期間 英國首相Bois Johnson跟澳洲的總理莫里森 是成功簽訂了FTA 這也是英國在脫歐之後 談成的第一樁全新的貿易協議 未來從英國的汽車到澳洲的羊肉 這些產品都是零關稅的 官方估計說長期以來 英國的這一份貿易協議 可能讓他們的產值 經濟產值增加了5億英鎊之多 不過當然這是以長期的關聯來看 我們要持續來請教教授的時候 包括在脫歐之後 英國一直在尋找他們的貿易活段 可以來取代他歐盟的市場 而且他瞄準的當然就是印太地區了 而且兩週前包括英國也打算希望 可以加入CPTPP 而且已經兩週前展開協商了 那我想要請教說 在這一次英國取得跟澳洲的 這個雙邊貿易協議 真的算是在意義上 已經跨出第一步要踏進印太地區了嗎 我覺得基本上任何的這種 雙邊的貿易協定應該是互利的 互惠的 那只是對誰有利的比較多 那就如同康主持人所說 對英國來說 英國本來就是澳洲的第五大貿易夥伴 那澳洲的角色在印太地區亞太地區裡面 反正就很重要 那這兩個國家本來的貿易額大概就有到每一年大概七八千億台幣這樣的規模 那當然在脫歐之後 澳洲就是一個英國的一個新的一個戰略的支柱 在經貿方面不管是我們所稱的亞太地區或是印太地區 那英國都希望能夠透過澳洲 這個跟澳洲的協定裡面能夠建立更強大的商業跟外交的一個聯繫 能夠把它經濟的一個依賴從歐洲地區能夠分轉出去 所以像這一次不管是汽車啦 威斯基啦 陶瓷啦 這些英國比較關鍵性指標的產品 都有在協議之內 還有對農民英國的農民來說也有一些利益的保障 還有英國的金融服務業也都是如此 那麼還有就是英國也得到澳洲的一個同意啦支持 能夠加入所謂的CPTPP 這是在英國的部分 那同時在澳洲地區 對澳洲而言也是有它的一個利益的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來講 中國大陸一直是澳洲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 他們的一個這個出進出口的總額 達到一個很高很高的地步 但是從2020年之後 澳洲跟中國大陸的關係並不好 持續的下滑 那主要有包括說澳洲 呼籲國際社會能夠對於新冠疫情的這個源頭來做調查 那造成北京對澳洲的一個制裁 很多的商品的制裁 那澳洲也希望能夠盡量能夠回復過去 在中國大陸跟澳洲這種經貿的關係 但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跟澳洲的關係 過去的狀況 所以對澳洲而言 藉由跟英國的一個加深的一個連結 可能也是一個能夠一個 一個能夠回復或是一個比較平衡的做法 那加上這一次澳洲 英國跟美國這個元首和首長 在這個G7這個場域裡面也有一些對話 那澳洲總理又再一次講說 澳洲最親密的盟友還是英國跟美國 尤其在最重要的政治領域裡面是如此 所以這個協議對雙方其實都是有它的好處跟利益的 不會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其實台灣的疫情升溫 當然國際上也非常關注這個話題 捷克布拉格的市長賀瑞普 他就拍片力挺來觀 我們先來看到這段畫面 那就不七次看看 我非常對不起 記著實際分鐘跟透過疫情 19疫情的發生 中共在台灣 最新 manifestation 昨天我昨晚 jumping Spain 多幾agne 15,000新疫情set 每天新疫情 看到中國 全都在大陣子 美國 各國打逐 battle 現在 現在 與iness 剛剛 路ется回loo 觀衛 course, life is returning back to normal and peopl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enjoying the summer So stay strong! It will get better. Vaccination is the main way to get the epidemic under control This is why I am so appealed that politics is obstructing the delivery of vaccines to Taiwan I appreciate that some of the countries have already approved the delivery of vaccines to Taiwan 我们想要请教李教授 其实从这段言论我们可以听说 当然对台湾的支持我们感到非常开心 但是以这番的言论来解读的话 其实在他们国内的政治的反途 还有在对抗上 是不是也有他的用意存在呢教授 对我觉得主要是台湾对于国际社会 对台湾的支持 在疫苗方面在疫情方面 也包括捷克布拉克 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任何的一个支持 那里面有提到说 政治力量对台湾获取疫苗的一个干预 但是我想对于台湾的老百姓来说 疫苗方面其实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责无旁贷的 那这一阵子我们不管看 从医疗的器材快筛 到疫苗本身的获取 其实真正是在考验 我们自己政府有没有超前部署 那么事实证明 除了外媒接力的一个认证 政府过度的自信 措施黄金的时间 那国人的感觉也是如此 那我还看到个数字就是 跟这个捷克有关 那捷克人口是1000万人左右 那目前捷克已经施打的疫苗数量是 600万到700万剂左右 那完整有接送 接种疫苗的人口数有达到200多万人 几乎占了全国人口的20% 那这样的数字对台湾而言 何尝不是一个该参考跟借进的地方 那么所以我觉得回到头来是 我们台湾是非常期待 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关注 还有对我们有意义参加 国际组织的道德性的支持 包括每一年5月份 搭配却观察员 那捷克参议员的确在4月底的时候 通过一个全宴会议的决议 支持台湾加入今年的世卫大会 那其实台湾我们也很希望 国际社会的支持 都能够转化为更具体的行动 从道德性的支持 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那比如说 在WHA里面的正式的提案 跟各式各样的帮助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跟感激的 好那么再来看到 其实现在全球非常关注的 就是拜普会在台湾时间 今天晚上的7点半就要登场了 会有哪些看点呢 我们先来看到 TVBS华府特派记者 尼嘉辉的分析 美国总统拜登出访一个星期 参与G7北约和美欧元首峰会 拜登和G7领袖同意 共同对抗大陆的经济地位 和北约元首表达对大陆 跟俄罗斯军事野心的担忧 在美欧峰会则是宣布 长达17年的空中巴士 和波音补贴争议 停火5年团结对抗大陆 共同威胁 这次在G7公报和美欧联合声明 都写进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另外美欧峰会也提到 双方在对俄罗斯立场团结 准备好果断回应俄罗斯 一再的恶意行为 呼吁俄罗斯停止打压公民社会 反对人士和独立媒体 并且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美国和欧盟也同意 针对俄罗斯举行 美欧高层官员对话 拜登在团结民主阵线之后 接着到瑞士日内瓦 和俄罗斯总统普钦会谈 虽然拜登和普钦会谈 不会有重大的实质成果 但可能会有小进展 像是今年年初就被召回的 两国大使 有可能重回派驻国 另外两国互相报复性 关闭的领事馆能不能重开 也是双方都想谈的 那么拜登会向普钦提到的议题 还包括俄国控制乌克兰 俄国干预美国选举 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状况 白俄罗斯拦截班机逮捕 异议记者事件当中 莫斯科扮演的角色 以及勒索软体的犯罪活动等 那么现在知道的初步行事 是双方大约对话四五个小时 中间不会有用餐时间 先是P加一行事 也就是总统加上国务卿 或者总统加上外交部长 当然会有翻译陪同 之后是P加五的扩大对话 然后普钦单独记者会之后 就是拜登的单独记者会 那么拜登和普钦的会谈 也是这一次他出访 最受瞩目的一场对话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阿富报导 好我们接下来请教教授 包括在这一次 其实Joe Biden 他历经了非常多的会议 包括G7 包括北约 还有欧盟的峰会 那在他面对俄罗斯来说 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会面 会不会变得 拜登是更有底气的 而且还有哪些的观察重点 是教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好的 因为全世界都非常关注 这一次的美俄的峰会 在日内瓦 但是其实大环境来说 美俄关系并不好 那很多人说 这几年是荡道的谷底 我们看到拜登上台之后 包括他自己 还有美国的一些 国安外交的官员 还在一些正式的文件上 也多次的点名 俄罗斯对于美国 所造成的威胁跟挑战 那还有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最近也把美国 列入了所谓的 不友好的名单 那所以包括像很多的议题里面 其实双方都有一些旗见 那会谈什么议题呢 就如同刚才在影片里面所说 有些议题 其实美俄之间是有些旗见的 包括所谓的乌克兰的议题 还有美国所非常在意的 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 因为拜登有可能会在 跟普京见面的时候 当面提出一些俄罗斯 发动对美国的网络安全的一些攻击 包括像骇客等等等等 还有非常美国所在意的人权议题 因为在外交政策里面 拜登非常重视人权民主 这样的价值观的一些理念 所以有可能这些议题 都会被拜登提出来 那还一个也很重要就是所谓的俄罗斯 涉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那这一点在过去几年之内 一直是美国内政里面 非常在意的一个议题 所以拜登有可能会提出来 那么以上都是可能是比较 会意见不同的地方 那有可能合作的领域 除了有可能重新 把大使再派回去之外 那可能会在一些在战略稳定的议题上 比如说美俄之间的一个新战略武器的裁准条约 这方面两国是有合作的空间 气候议题可能 伊朗核子计划可能 那朝鲜半岛这些局势是双方可能有共同利害的地方 有可能达到一些突破口 那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寄予过度的一些期待 因为美俄之间的大局 基本上是维持一个比较冷的局面 那可能透过这个对话有可能有些火花 有可能有些回温 但是基本上美俄这种战略竞争的大局 短期之内其实不太可能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好我们在今天也非常谢谢李教授 接受我们视频连线提供基因品的观点 谢谢李教授 谢谢李教授 感谢观看